冷血无情是今天这个故事女主角的戴炎子 她长相不算靓丽 但娇弱的模样却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她没有任何朋友每天都在刀口上舔血 她的对手不是人类 而是充满危险且恐怖的吸血鬼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编书 关于日本女猎人和吸血鬼的人性故事 最后的吸血鬼 夜晚的列车一路既往地响着金属碰撞的声音 还有铁轨之间的摩擦声 现在已经是最后一班列车了 车上只有两位乘客 其中一位是抱着黑色大刀的黑衣女子小夜 她是受名于美国神秘组织的一名吸血鬼杀手 这时小夜望向另一位男子 她的目光冰冷直射 那位颓飞的男子立马精进睁开眼睛 谁现在机器摩擦出的电火花间流逝着 这时列车的灯一节一节地灭掉 灭掉小夜这一节的瞬间 小夜突然冲向了那位男子 那名男子惊恐地想要逃走 然后她的大刀已经利落地砍下 小夜下车后有两个美国探员在等她 小夜一下车要求给她一把新刀 身上的是把日本刀已经很顿了 男的探员推偷说 现在没有时间去找一把好刀 因为组织又发现了新的吸血鬼 组织要小夜伪装成高中生 去一所学校里走出隐藏的吸血鬼 小夜要去的这所学校 近代接连发生了学生的自杀事件 浑沉的天空下 小夜已经算好了高中生的制服 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她在路边看到了一家卖刀的店 里面有两把很好的日本刀 但却是非卖品 无奈的小夜只能暂时离开 等到学校 第一个同她交谈的是小依 小依是一位很亲戒 且爱护学生的女性 这是一所美国学生的学校 小夜一个日本人 出现在这很突兀 于是小夜询问她去办公室 抱贝人吗 无奈的小夜反问她 校长室在哪 小夜好心的大家去校长室 等到的时候 探员已经跟校长交谈过了 小夜直接去教室读书了 而学校明天将会举行 晚上节派对 小夜对此又已经种种 因为这个节日是最适合吸血鬼行动的日子 她可以直接暴露本体 都不会被人察觉到异样 而在美国人堆里上课的小夜 显得格格不入 只有一位叫下轮的女生主动跟她交谈 但小夜只回复了一句 不要烦我 想要变强就要杜绝一切交流 只有武器才是自己的伙伴 夜里小夜在学校寻找吸血鬼的痕迹 她在医务室发现了异样 她问到校医务室的地板上有血腥味 甚至可以想象出血液滴下来的画面 小夜得出结论 这里就是他们的餐厅 等到第二天 欢乐的气氛在学校蔓延 大部分人都穿上了极星怪众的怪物服装 到了晚上晚上节舞会要开始了 夏伦带着总是跟她待在一块的琳达 去了老师跟前 夏伦说琳达又贫血了 要带她去医务室 因为琳达总是贫血 老师也习以为常了 便让二人赶紧去 这时刚来到教室门口的小夜听到了对话 她猜测这二人就是藏在学校里的吸血鬼 等到了医务室 琳达躺在病床上 而小夜则被对了她找药 我来如同小夜猜测的一样 琳达和夏伦只用她两能听懂的语言在进行交流 所有在交流结束后 琳达就想起深杀的笑依 但就在这时 小夜拿着她的日本大长刀 骑士汹汹地提门而入 她有话不说就一刀砍刺在床上的琳达 然后又一刀砍断了夏伦的左手臂 这一刀 也让小夜的刀扯一断开 夏伦和莫睹一切的笑依 同时尖叫起来 夏伦的尖叫 直接把灯泡给震碎了 意识到自己被恋人盯上的她 立刻破门逃走 而一旁的笑依被吓坏了 一直尖叫着 不 不要 为了让她冷静下来 小夜干脆一巴掌把她给拍清 然后警告她 把今天看见的一切都忘记掉 所有笑依也捡起地上的断刀 去嘴下轮了 笑依全身因为恐惧而颤抖不已 嘴里不断地呢喃着 为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她 她是谁 所有稍微镇定下来的笑依 赶紧去看被杀子的音答 病床上的血还在流淌 男和刚藏的卤花少女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只可怕的吸血鬼怪物 笑依还不知道夏依也是吸血鬼 由于她追着夏依的血迹 善良的笑依在这个时候 还在关心着血声的安危 随时的夏依随便接着一张大海报 披在她身上 为了隐藏她嘴里的恐怖疗牙 还有受伤的身体 而在学校不远处的一个酒馆里 妈妈桑感知了女儿夏侬和琳达的依然后 她离开了酒馆 离开前用酒精拦及了火焰 然后变成了吸血鬼 往学校方向去了 那两个美国太元也在赶来的路上 本来他们以为就两个吸血鬼 但没想到是三个 小叶先去学校外的那家卖刀店 偷走了一把非卖瓶的日本刀 而笑依一路寻的血迹 找到了舞会现场 夏依已经变成吸血鬼 藏在其中 小叶和笑依一同时 找到人寻中的夏依 小叶一刀砍向她 可是这把刚斗手的日本刀却弯了 小叶生气地喊道 竟然是假的 因为这个空档 导致夏依挟持着笑依离开了舞会 小叶着急地追了上去 跟他打了起来 笑依也找到机会 趁机逃走 他跑着跑着 撞到了一个黑人警卫 就向他求助 笑依拉着警卫请求他帮忙 但是警卫丝毫不相信 有吸血鬼的存在 于是就觉得是学生在恶搞老师 警卫一边嘀嘀咕咕 一边跟着笑依往回走 结果半路 警卫被藏在树上的夏依 给抓上杀死了 笑依最来把夏依踢飞 脑袋的笑依赶紧离开 善良笑依总是给他惹麻烦 换过了美军的器材是 正好没有武器的小叶 就把守卫打晕了 想要进去找个撑手的武器 小叶拿出了一把枪 给小叶防身 小叶本来是拒绝的 但小叶说到吸血鬼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看见过他们原型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先杀死他们 吸血鬼并没有什么 可以用的伤热力机 之所以枪不行 是因为只有让吸血鬼 在一击之内打出去 才可以杀死他们 否则他们的重生速度 远远超出想象 最终小叶找到了一把铁球 这时吸血鬼下轮 把仓库的门关上了 然后他从天花板上的 玻璃窗挑了进来 下轮直奔笑意而去 小叶害怕的用枪 不断的射击他 结果把下轮后面的油桶 给搞爆炸了 爆炸周伤到了吸血鬼 让他稍微停歇的一火 这时他严大卫 追着另外一只吸血鬼 也追到了仓库外 最后他发现了 小叶他们就在仓库里 可是这门被下轮搞得 特别糟糕 就算是他也打不开 下轮痛苦恢复 很快又重生了 小叶冲过来跟他继续扭打 周围都是熊熊烈火 而且还有其他油桶 为爆炸的危险 小叶的铁球也伤不了下轮 在他被下轮压着 即将被他一口吞食 一旁的小叶承受不了 这种惊悚和绝望 想要用枪自我终结时 小叶喊话让他别放弃 让他开车去把门撞开 外面会有人救援的 对着小叶又坚强地站得起来 帅气地把门给撞飞了 这时那位才得以进来 在小叶要被下轮致命一击时 扔给他一把 可以对吸血鬼造成伤害的刀 拿到刀的小叶 瞬间一刀就把下轮 披成了两半 而这时妈妈三恰好赶来 看见女友被杀死的这一幕 她痛苦愤怒地嚎叫 随后她的背上找出了翅膀 对此经验丰富的小叶 便赶紧当大卫开始追她 吸血鬼想要飞到 刚刚要起飞的飞机上逃走 小叶和大卫在后面追逐 小叶的双眸 冷冽无情 又是在彼得 在吸血鬼要碰到飞机时 小叶一刀砍下将他重伤 吸血鬼重重地摔到地上去 小叶走到烟一息的吸血鬼面前 在那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柔 她在其受伤的手 让手里的血液 抵在了吸血鬼的嘴里 事后 这些吸血鬼尸体 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即使小叶向其他人诉说 她质疑地所见所闻 也没有人相信 因为组织已经把这些痕迹都抹干净了 之后有调查员 那个和吸血鬼战斗的女孩 是否是照片上的女孩 这个照片上的人中 确实有一个是小叶 但这张照片是属于1892年的 是一个吸血鬼家庭的合照 这一夜过后 小叶一直在回想着小叶 虽然她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她在想 小叶是不是还在和吸血鬼战斗着 正如人类也在继续互相残杀者一样 像这种美丽又充满危险和恐怖的生物 他们终究在做着和人类一样的事情 因为在故事的最后结尾 美国布雷克基地遭到袭击 为了报复这次行动 美军命令部署对袭击对象进行轰炸 20年前的日本动画 短小惊悍色彩丰富 虽然故事发挥的空间极小 但却张弛有度 本作还有长达50级的TV版 虽然这部剧场扮得时常被打大线之处 但却也极具感难 吸血鬼一直都是被人类打上残酷无形的标签 他们必须以吞噬人血为助 但是反观人类似乎也在自相残杀 虽然没有失血失漏的行为 但谁却在根本性质上没有区别 自称自己是高等生物 但是如果没有小惊的出现 似乎根本没有人相信那些失踪的人 就是吸血鬼造成的 那么最后这些人的死 都会被当成自杀而结案 毕竟现场根本没有任何作案道具 小惊的表现也更是突出了 所谓的高等生物在面对吸血鬼的时候 却是如此慌张 旁望无助的表现简直描述的太过真实 也幸好现实世界并没有吸血鬼 但是现实世界却有着一些 暂时偶把说清楚的离奇事件 最后小惊在杀死妈妈桑的时候 脸上带着的是温柔 她跟这些吸血鬼没有仇恨 但是为了保持人类和吸血鬼的平衡 还言说 品名最后的吸血鬼 是否可以说是小夜体内的人性 让她做出这些杀死死于族人的举动 在官方介绍上 也表明了小夜杀死吸血鬼的能力 就是来自于体内的人性 小夜是不想让世界 解开吸血鬼的秘密 希望人类作恶多端 但是不得不承认 人类认真起那些科技 是真的充满了可怕 而小夜给妈妈桑喝下人类滴血 似乎是让她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 全片实际上只有48分钟 这部动画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不知道视频前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动画呢 在评论区留下看过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 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动画观看 真的是超级幸福 虽然女主长得好像有点差强冷意 不过现在回首再去看的话 应该没有那个时候的经验呢 但是在2005年 也就是15年前制作的TV版 不仅让小夜变得更加美丽 也让整体剧情有了更多的感情色彩 可是在画面战斗的感觉 还是00年这个版本更为代感 由于一些原因 我没办法解说TV版的内容哈 不过有什么好看的片 那你说 只要在评论区留下你想看的片 我会尽可能地选出来进行解说 不要老是说什么语言 那个什么空的啊 来点绿色健康小清新的内容 才可以解说呀 毕竟喜欢少年解说的人 都是纯洁又可爱的人 不是吗 天天搞颜色 可是会真的变黄哦 最后在这里一感谢 一直以来对少年的大力支持 我是少年 以为迷人又可爱的97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 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